全油管最快新闻,国家文物局消息,经过协作努力,圆明园的七根石柱近日成功回归原属地。 这些石柱在19世纪被截略后流失海外,如今终于回归。 回归后的石柱将在圆明园举办的回归展上展示给观众们。 这也是继马首同向之后,又一批重要文物回归圆明园,为文物保护利用和博物馆展览展示开辟了新的篇章。 此次回归得益于多方合作,展示了人们对文物保护的重视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